那边的同学都过来 看我做到这个步骤 很多地方的块面 我都有加强 明岸交界线都有交代 你看对象的时候 你是看他的东西 还是看他的结构 艺术结构 这个结构由骨头肌肉所组成 所组成你还要做一个翻译 找到他的块面光影深浅 你没有的话 你就不知道在画什么 你就是在磨 把这个边勾清楚 然后那个铅笔在上面磨深浅 你要把这个磨深浅 变成理解它 像工程师像工人 砌了个墙一样 一块一块砌上去 把这个鼻子 剧出来 这个额头 推进去 前边伸出来 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一个地方都要 反复琢磨 你没有这一道的研究 你以后画的油画 就没有笔触 你一放笔触上去 你没有依据 没有块面依据 你就会磨 磨光它 磨到最后 一张画是滑的 是没有趣味的 是没有你看出作者 有理解 有担当 有感觉 没有 像了 像了 形状像了 长度像了 弯曲也像了 但是呢 那是照片的功能 还不是你画家的理解 所以在画石膏像上 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这个 然后呢 你在石膏像上面 取得的认识 明灰暗 光影 深浅虚实 快面比处的认识 就会转移到 真人上面来 真人上面的 这个认识 就会转移到你的油画 所以最后你会变成一个 庸俗的画家 还是一个高级的画家 全在如此 你们想一想 你们自己怎么画画 再看看这个画质 怎么画出来 画画要画出味道来 要有味道